現在3C產品是無所不在 每年全球會產生出 4000萬公噸的電子垃圾 而接下來帶您看到 這個環保波金樹 是由台大博士許錦翔研發 它利用含有著硫化物的溶液 就把電子垃圾上的黃金分離出來 而高溫燒過之後 就變成了一顆顆的金塊 這項技術是取得了 全球六個國家的專利 燒往美國 歐洲等三十幾個國家 一年就能創下7000萬營收 趕快帶您來看看 這垃圾如何變黃金 黃澄澄的金子 一顆顆純度都接近百分之百 這些不是銀樓的商品 而是從電子垃圾中播出的黃金 我們想說一個電腦主機板 它上面有很多的元件 它是怎麼樣被栽種上去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我們今天用逆向工程 我們把這些元件全部剝除下來 再把這些元件全部分類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一些塑膠 銅 鋁的元件先把它分類掉 剩下的這些值錢的IC 它裡面都含有大量的貴金屬 主機板 記憶卡硬碟 廢棄的電子垃圾 全都丟進大滾桶中 拆下來後分成別類打得粉碎 看似簡單卻是關鍵的一步 因為這些IC它裡面都含有 貴金屬的製成 當我們把它磨成細粉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的就可以在下一個階段 利用酸製成把裡面的貴金屬 全部提取出來 因為它越細 它的表面積越大 提取率就會越高 我們提取率最高 都可以高達到98%以上 從電子廢棄物拆出來的 這個全金屬的廢料 經過大概在10秒左右的一個反應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 波金的一個效果 在含有硫化物的波金劑中 浸泡 翻攪 溶下表面的金 收集好不鏽鋼板上的金粉 就能拿到乾鍋中鑄燒 一般我們回收電腦的主機板的話 它大概每噸只能得到 差不多70到100克的黃金 但是如果你今天回收 比較高價值的手機板 可以回收大概400到800克的黃金 很有價值就是那個記憶卡內存條 它大概可以得到400到1200克的黃金 所以依照不同的資訊產品 它會有不同的含金量 燒出的金塊小小體積只有10克 價值就將近一萬五千元 環保的波金術背後推手就是許錦翔 當我預關退伍之後 我到了電鍍廠去工作 從事有關於表面的鍍金 貴金屬電鍍 那時候整個電鍍過程的環境 都是使用氫化物 其實到現在都是 那同仁如果有手受傷的 不慎接觸的 我都看到他們其實都有中毒的現象 那甚至還有員工因為這樣而過世 所以對我的心裡的震撼是非常大 許錦翔放棄百萬年薪的工作 回到台大讀博士 研究用硫化物波金 但溶解下來的還有其他廢棄物上的銀 銅 鐵等雜質 無法達到理想的黃金純度 就快放棄的它卻誤打誤撞找到轉機 因為可能也許想不做了 今天為了要節省電源 把電開到最小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條件下 我們就發現只有黃金被溶解出來 而其他的金屬它卻沒有被傷害 因為一般人的這個觀念 包含我們在內 都認為能量越強 黃金應該撥除的速度越快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 黃金卻是在微弱的電壓下 它就可以被反映下來了 只要短短半小時 就能從電子廢棄物搖身一遍 成了高價的金塊 不只取得世界六國專利 技術跟賣到美國 歐洲 日本等 全球三十幾個國家 我們大概現在目前已經可以處理到的 八大貴金屬當中有七項 金銀八博 老鳥一 然後還有包含現在電池最夯的 就是梨跟菇 然後當然還有十七大稀土金屬 我們現在都已經完全可以剝除 靠著這股研究精神 徐景翔一步步向前 就像高溫中產出的黃金 經過淬炼 閃耀光芒 創下每年七千萬營收 未來的日子當中 台灣向前衝節目 將持續為您挖掘出 台灣的成功業者和優秀產業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吳軒宜 我們再會 作曲特劇